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十年来已经完成从山沟里的部队到车轮上的部队的全面转型 快速反应能力增强,精准打击能力也要升 第二炮兵部队远程机动作战能力在十年来显著跃升 已经完成了从山沟里的部队到车轮上的部队的全面转型 真正做到了全域机动射战 战略导弹家族也由单一型号发展为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多型并存 包括核导弹在内全部可以采用固体燃料 导弹体积变小,重量变轻,精度提高 所有导弹装备可全部采用车载发射方式 而随着发射车离开山沟,实际陌生地域沿兵已成为常态 机动距离越来越远,作战半径也随之扩大 我们紧紧围绕提升迁江域,迁天后作战能力 组织部队开上恶劣天气,陌生地域,电视干扰等复杂条件下的发射训练 实现了从折机发射到随机发射 从概要瞄准到精确打击 从打击单一目标到打击多种目标的转变 另外,中国第一代女子导弹操作号手首次发射成功 并组建第一个女子导弹发射连 正式进入第二炮兵战斗部队序列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